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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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想去adjust这样子 所以目标它不是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经历而已 你所经历到的东西 你要去想去拿到你的目标 然后你所 你获得你目标的过程 记得经历 这个是很 重要的 你们可以看 这个海的 波纹是很美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很欣赏海的 真的喜欢去看海的 喜欢的人可以在下方留言 或者是 你也可以私信我 都ok的 其实我做这期视频 主要是和大家探讨一下 个人规划跟 设定目标 我可能觉得我说 你一个做美食主播 你一个介绍车的人 为什么会去讲这种目标 这种规划呢 我觉得很奇怪 有可能有些人会认为 我做这期视频 是为了 博弩量 可是哦 我随便你们怎样去想的啦 因为 你假设讲 你做一个美食 你没有设定脚本 没有设定怎样拍摄 你又讲 就是你没有好好去设一下那些计划哦 你今天想达成的那个 怎样的拍法的目标哦 你过去也只是 一事无成的 你没有设定好的话 你过去的话 你也一样没有什么收获 就和平时一样了 假设如果你设定好了 你有规划 那个就不一样了 它的不一样不只是 你获得的不一样 你的经济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一个人没有目标的 活下去哦 那就要去寻找自己的目标 因为 人生有几个十年 你们说 因为人生有几个十年 你们说 你们还有几个十年 就要40岁了 我已经到40岁的一半了 所以 你真的要很谨慎的去重视 目标这个问题 如果说 你们设定目标是为了 或者实体上想要 实体上想要 获得的东西的话 那个是 对自己也是没有收获的 因为有些东西 是在经历的时候 你的心态会产生一些变化的 所以 设定目标只是 对 设定目标是一个目标 你想要的东西 而所经历的那些 在你 在你获得你的目标的时候 所经历到的事情 那个才是 重要的 也是 improve 如果说 你们在设 如果说 你们去完成你们的目标 而你们 如果说 你们设定了目标 最后没有达成到我 就好像我 本来今天要 早上很早的时候 凌晨的时候 起来 去看一下夕阳 是这样起来的 可是我没有达成啦 因为现在都差不多天亮了 可是 你们 可是 我 看到这片场景的时候 你们会 觉得你们 设定了目标 是很 不值得的嘛 我起来 看到 这样 已经是很 很那个 我早上起来 看到这样 就是觉得很 很 很 那个心满意足 有可能 有些人 他们 会有更 长的欲望 可是我觉得 你们 可以尝试一下的 不是说 早上起来 早早 看 夕阳还是什么 看 太阳起来是什么 我 我的意思是 你们可以先设定目标 享受这个 啊 经历过程先 因为你 只有经历它的过程哦 你的心态 跟你的想法 会给别人 如果一个人 他们 他们只是 就是 为了活而活 他们就是没有那个 目的性 不是为了自己而活 是为了活而活 不是为了自己 所以 还是要到家里去寻找 节目标啦 因为只有 踏出那个一步的时候 才发现到 可以变得是你自己 我是女秀阿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